我们每天都应该以快乐、平静与慈悲的心 让生活过得深刻 修心要低调,不应炫耀 不能用修心来引人注意或创造声誉 它是我执和烦恼的内在对峙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成熟 不须让他人知道 当我们再计较别人是非的同时 自己正是制造是非与执着是非的人 是非与执着是非与执着是非的人 菩萨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如他不高兴我,我就躲开 免得使他心中生烦恼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把障碍带入修行之道 那么不计划造成为我们的阳碍带入修行之道 我们会面对多少困难和冲突 他们只会让我们的修行更清楚 而不会成为道路上的障碍 不计划造成为我们的修行之道 对一个领受过修行法教的菩萨 所有的灾难都可能化为修行道上的顺缘 不计划造成为我们的灾难 但几岁难去被摆满带入修行之道 可真切不顾你借藏地 可苏陀进一支咋的修行之道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点在上面 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 不是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 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像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不是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应共 慈悲事实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请求清静静的罗鸣 恨不忘事 菩提心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用慈悲的能量 修行佛法 应该要让心变得非常敏感 就是不忍众生活 由于慈悲心的驱使 我们对于任何生命 一切众生 一点也不愿意让他们受苦受难 就像每个孩子 都是父母心头上的一块肉一样 永远是绝对的细心呵护 心清静 则众生清静 众生清静 则世界清静 当我们内心没有烦恼 自我与对立 只怀有慈悲 奉献与智慧时 就是净化了一切负面的情绪 极乐净土也就永远存在于我们心中 一分清静 即是一分净土 十分清静 即是十分净土 我们不必要求他人对待我如何 相反的 应该检视自己对待他人如何 当我们是永远忍让 永远慈悲 永远付出的对待一切生命时 所得到的回应 也将会是正面与善意的 光明的人生 应该由我们自己积极制造 生活的目的 就是为了散播慈悲 以及佛陀的法音 活着就是为了修行 就是为了推动道德良知 以及佛陀正法 这也才是生活的目的 也是一种责任 不要在自私地只为自己而活 应该学着为他人的福祉而活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是由众生的共业所成 是由于众生的心念 行为 而形成所谓的世界 如果希望世界更美好 唯一方法 就是依靠众生的善念与善行 才能成就 众生共同的亲近 共同的慈悲 将能转变我们的世界 使之更趋于良善与美好 当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会以愤怒 称恨的力量来压制他 这种以愤怒 称恨的力量作为保护与防卫 其实是相当愚笨的做法 真正能够作为 我们依靠与保护的力量 唯有无私的大慈悲心而已 一颗调柔的心 就是世界的珍宝 因为调是指调福 就是善于调福烦恼 控制欲望 柔则是指大悲心 慈悟一切众生 适度有情 能拥有一颗调柔的心 才是人间的无上至宝 众生的归一处 当内心充满慈悲的力量时 即使遇到困难与逆境 也会转换这些负面力量 使之朝向正面与光明 无私的慈悲心 就像一双带领我们自由飞翔的美丽翅膀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优独生 优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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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生活自卑 让心甘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知足念